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事不宜遲 听听家庭观众有什么想问 第一旁边有苏小姐 早晨 苏小姐 早晨 早晨 想问什么问题 问郭sir 我想问渣达 现在买一家 见到渣达公布完业绩之后 股价很一样 见到现时渣达288 做124.3 今天来说跌至近2% 亦破了低位 低位见过124.2 见到公布完业绩之后 股价更加跌离所有移动平均线 看上去的走势比较差 大家连观众想捞底 郭sir 你建不建议 其实说基本因素 没有什么值得推介 因为下半年度的业绩真的不好 甚至乎明年首季 或者是明年上半年度 我都没有太大的期待 如果你纯粹说跌得多要反弹 我就问你 万一反弹更好 一买就立刻升10-8元 你当然有钱赚了 如果再跌 你是持续还是止蚀 你先问自己 如果你纯粹是反弹的话 现在这分钟买下去 你当然是希望上128-130元 不要紧 如果跌到120元或120元以下 你需不需要走 需不需要指示 你要自己想清楚 如果你问我买不买得过 基本因素暂时都是差 我觉得如果要买的话 应该还有其他更好的选择 内银股 甚至乎11号的恒生 二三百百的中银香港 都可以考虑 至于汇控 因为仍然会受到逐步的减持 在恒指成分里面的比重 仍然还是处于逐步下调当中 这个技术上的比较差 不过它的差是技术上的因素 渣打的差是基本因素 不行 所以买不买自己决定 我就觉得如果说基本因素 我暂时也不会推介买渣打 不过你纯粹反弹的话 跌得多 不过肯定有些技术上的后抽 或者反弹 不要紧的 上网多少套 不想问自己 不对版 你输多少离场 这个一定要想清楚 我的看法 暂时来说是这样 或者短期之内也不会改变 好 蘇小姐 这天招打可以吗 还有其他高分相关 招打我现在清楚了 我想问那只安东油田 也是 谢谢 有没有货 是不是想买 安东油田有 有货 是否入 好 见到安东油田服 3337 家庭观众都想找位入 见到现价来说 做1.64 跌至近3% 今日同样见到低位 破了低位1.63 同样出完业绩之后 见到相关的安东油田服 附属公司 首三句都录得游刑专规 见到股价方面 走势同样都是差 家庭观众似乎同样都想捞一捞低 这种理由建不建议 如果好的 怎会继续向下找低位 现在创了一年的新低 买的话 当然有少少贪会便宜 因为跌了很多 六个多元的股票跌到六个六元 那还不值 不要用这个心态 因为六个多元的股票 后一个阶段是投机炒卖的 业硬起相关的概念 令到它的声势一时无两 但基本因素不配合 最终来说 你一定是会反复的 近期来说 更加在一些技术上 止蚀的沽压主导之下 渡少一些 现在即是创了一年的新低 如果在昨天买写 赢不入手 aş盈很厉害 Lao Teng 如果是昨天买死的 辞赢不那么大 便 tout是最低的 但愿意涉嫌到その厌 有什么借ifting 如果真的不合格 這個紫蝕位的話 你不要看輕股份 是跌了很多 但不是代表他不會再跌 我舉個例子 如果你四個多五元 當時買東方安東油田 是因為由六個多跌到五元 你覺得跌了很多去買 之後沒有做紫蝕位 沒有做風險管理 一捱捱到現在過六元錢 真是水瓜打狗 不見了一大絕 所以 最緊要是問自己 你願意輸多少來搶 我覺得現在定下的紫蝕位 是過六元錢 不對版的 一毫多先給了他算數 謝謝蘇小社的電話查詢 希望幫到你 要轉到下一位 旁邊今次有陳小姐 早安 早安 你好 鄧老師 我想問一下 1101和842這兩款 我已經買了一段時間 我現在 想走到他 不知道好不好 我見他都沒有起色 1101中國融性重工 現時來講 做過三跌幅超過4% 最新發行了 5.1億元的 認股權證 公司也計劃改名華榮能源 見到股份 做得比較差 郭Sir應該怎樣看 衝高了之後又衝下來 沒辦法 因為基本業務真的不行 往後可能會轉型 你看不看下去就自己決定 其實以招股價100元來講 上市之後 沒有一日好日子過 他就是做船的 但我覺得他不是做船那麼簡單 他根本上是做潛艇 如果不是股價 就會越前越深 來到現在轉型 的確給投資者 有一點點憧憬 你願不願意 看中期後一個階段的發展 如果願意的 你就先等等 我不知道你什麼價格 但我無論你什麼價格 很可能 你帳面上都是輸錢的 停了兩個月 然後私之復牌 有部分的投資者 停牌兩個月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一復牌 輸多少都是走了 甚至乎有些根本上 是沒什麼輸贏的 或者是 略為 贏少少的 如果有本事是低價買的 那些當然是不用說 但基本業務 一定是佛線足塵 沒有什麼特別好說的 那麼 價是什麼價格回來的 你自己清楚 如果是 少少的 無相關的 輸贏不大的 那就避一避 大把股份好選 用什麼選擇 但如果你已經輸心了的話 我亦都不忍心建議你指示 那唯有 雜著等等 希望日後 有一個好一點的前景 讓我們看得到 好 另外嘉寧觀眾想說 就是理事國際編號842 嘉寧觀眾又是想走貨 見到現時來說 升超過百分之一 做1.47 公司早前 在8月中的時候 發了一個型起 這隻做電池的股份 又沒有一些憧憬 始終見到股價 都是在低位的 郭Sir 做環保電池的 怎麼可能沒有憧憬呢 不過這個行業競爭很大 換句話來說 不是一個 是比較高科技的行業 很難說會有一個 比較太大的憧憬 就是說 股價跌得比較深 一年高的1.98 跌到到6.9 足足不見了三分之二 其實高台持貨的 都很辛苦 不過由低位上回 已經升了不少 近期來說 有少少 是屬於一個高台的 升後之後的整顧 這一兩天股價 亦都回到10天線樓上 可以等的就先等一等 一個月的高位是1.68 這個也是暫時的上網的 一個目標 如果不對板的 老老實實 一個月的低位1.31 這個就是防守性很重要 一旦有失的 中期續沉底 記得了 好,謝謝兩位 這節時間就差不多 我們先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 將會是半日總結的環節 繼續有郭Sir在 同大家會分析下 A股和港股的最新表現 想聽的話 不要走開了